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周,中国通胀是比较弱的 其他主要的国家,如美国,最新通胀是5.5% 欧洲最新通胀是13年高位 央行也有点害怕 究竟未来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否要提早收紧 通胀很多时都说买商品 又或者更多人说买商品和股票 通常就会赢的 但是现在面对世界就是说环球银行退市 你退市收紧流动性的底下 其实对情绪也会有点打击 你怎样衡量两边呢 其实过去很多年在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直都出不了通胀出来 其实去到去年疫情之后 重启回经济 因为这一次是禁止了经济之后 重启才出现了一些需求拉动的通胀出来 是真正正正看到的通胀 其实呢 原本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这么久见不到的通胀 你看到的通胀 其实应该是好事来的 那你欧洲难得开始有通胀 但是它一出来就已经很害怕了 又说要加息了 其实呢 欧洲就十滑都没有一撇的 它有些电力的环节通胀就比较劲 是的 那我觉得呢 美国的通胀就真的比较劲的 那你去到上个星期五出一些消费 是的 消费物价值收 零售销售很厉 零售销售很厉 那当中那个通胀都在里面的 你见到零售销售很厉害 但是见到那个消费信心下跌 那就是说通胀呢 太高会打击信心 是的 所以通胀 那美国呢 鲍威尔呢 亦都是一个推手来的 嗯 他就经常说 暂时啊 短期啊 他的暂时短期 由两个月 四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一路一路拉阔 那死了 最痛苦呢 就是通胀上了去 他打横行 嗯 一段时间都是高的 而他不去用那些 就是货币政策 去压制通胀呢 其实呢 往后的日子很危险的 其实市场 其实需要他只是 给我们有个讯息 就说 我很快就会做这个 货币政策的 就是说利率正常化 是的 你停了买债 加息 这样呢 就会好一些 英伦银行就好很多 是他可以加息 和缩表一起做 是的 那么英伦银行呢 通常呢 他们就是 习惯呢 就是表我不管 嗯 表还表 但是通胀一上来 我有动作 我立刻做 调整个利率 这样呢 市场接受的 就是往后的效果好不好 起码按一按通胀 而鲍威尔呢 就 他 为首为美 是的 你是想连任 还是不连任 你不连任 想不连任的 你就一次过 出 或者你想连任的 你大刀斧斧下去 都可以 而因为其实 股市来到这些位置 你浪漲的高位 他没有进账 你都是 都要给个位置别人做 你这个说法 就令我想起 比如上个星期 前财长薩密斯 就向彭博说了一番话 就是骂巴威尔的 就是托里华齋 觉得他好像收税收得太迟 是的 引发泡沫是非常之严重 是踩入危机 但是我们有时 这样想 你觉得商品市场 最大的风险 会不会就是央行 还是政府 就是有没有一些 不是黑天鹅 也是灰犀牛 就是大家需要 看着这些信号去做事呢 其实我们很有趣的 我们看经济数据 如果看那些PMI 需求 其实那些商品价格 是高了 很危险的 你没有遇过 是超乎你想像的 是 这个是 其实商品价格 是讲供求 是 供应 不是有缺口 需求 不是很大 但是 资金热炒 这个是 这一次 推过通胀 推过商品价格 上去的一个原因 万一 那些钱 他们真的收紧流动性 市场没有那么多钱 那些钱一走 那 你要记住 人家这些投资 不是跟你讲感情的 说走就走 他掉头沽下去 就可能是 一个倒转 你升多少 跌多少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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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